大家好我是马儿 专门介绍有关马自达汽车所有资讯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影片开始前帮我按个赞加订阅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发布的任何讯息 好的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介绍 马自达北美营运部荣幸的宣布 2024年马自达三轿车 马自达三先备车 和马自达CX30 荣获公路安全保险协会颁发的Top Safety Pick嘉奖 IHS 马自达北美营运总裁兼执行长汤姆唐纳利表示 马自达很自豪能够加入我们的顶级获奖者名单 我们这样做是出于对先进安全性的不断追求 始终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最高水平的支持和保护 今年早些时候 2023年马自达三轿车 马自达三先备车 和马自达CX30获得了IHS较低级别的 最佳安全选择甲 这些车型在2024年车型年进行了系统增强 使它们能够在IHS的行员防撞评级中获得顶级 卓越的评级 包括新的夜间测试 要获得2023年Top Safety Peak加的资格 车辆必须在驾驶员测小重叠前部 乘客测小重叠前部 原始中度重叠前部和更新的侧面测试中获得良好的评级 可接受或良好的前灯必须是所有装饰的标准配置 并且必须提供在白天和夜间车辆对行员评估中 获得高级或高级评级的前碰撞预防系统 相较之下 对于较低级别的Top Safety Peak奖项 在更新的侧面测试中 获得可接受的评级就足够了 只需要在日间车辆对行员测试中 获得高级或高级评级 2024年是马自达三合CX30车型 现已与2024年马自达CX90 一起获得安全领域最高奖项 2023年最佳安全奖 Top Safety Peak家 而2024年马自达CX5和CX50 目前获得了2023年最佳安全奖 选出获奖者 马自达很高兴 将安全功能作为所有车型的标准配备 从而赢得了这些奖项 如果你喜欢Master 欢迎继续关注马儿要吃草的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Master等方面的问题或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或私讯我们 我们将会尽力回答你的问题 也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更新和相关的内容 谢谢大家的支持